厲害啦 不得了啦 大家好 我是威廉神 沈玉琳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去年呢 我打了這個鳳凰電波 OM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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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非常不誇張齁 人看人學樂齁 鬼看鬼沒辦法齁 等一下我們馬上要跟我們養院長碰面了 我們去諮詢一下 讓我老婆呢 離開這個診所 變成比原本更漂亮更美麗 沒有最美 只有更美的超級芽芽 Let's go 最帥 最專業 是我們星采皮膚妝科診所的 楊志雄醫師 楊院長 來 為大家介紹 那很多人也都在問說 那鳳凰電波是什麼 是打了以後會像浴火鳳凰還是怎麼樣 對 所以它的原理是 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讓大家簡單能夠了解一下 那鳳凰電波它主要是運用我們的一個高頻電波 在皮膚裡頭產生一個熱能 那使皮膚增加一個支撐力 那同時又可以讓皮膚緊緻 然後減少作紋 改善作紋 然後讓皮膚變得更緊實 有彈性 那請教楊醫師 就是說 回去以後這個術後的保養 你有哪些重點要注意的 那其實那個鳳凰電波它是非侵入性的 那所以大概做完之後回去就做好 平常改有的一個基本的保濕防曬就可以了 那有些去角質或是有些比較刺激性的保養品 就一個禮拜內也先不要試用 好 馬上就要進行鳳凰電波的療程 如果現在我們有些市面上充斥的一些水貨或是反冒瓶的話 有些客人打了之後不僅它沒有效果 甚至有時候會產生一些水泡灼燒燒傷的可能性 那造成一些皮膚有些後遺症 有些色素沉澱啊 或是有些不可逆的傷害 所以記得三步驟 首先 正常的它一定會有包裝會有風套 然後呢 這個上面會有一個防偽的標籤 然後最後第三個就是我們會有一個QR Code 可以透過手機來掃描來辨別它的真偽 好 來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 現場來執行我們的鳳凰電波 它就是在一個輕鬆的環境 輕鬆的氣氛當中 那這個機器真的投給它 對 投給它 然後我一直看你一直不動作 因為它投在我的臉 阿修 或是很不動作 緊張一下 再次期待台後 第一وي 都要慶祟 我們在5 輪到5 一半 到1 五 五 一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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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 八 五 六 五 七 五 六 八 五 六 六 八 六 八 五 六 八 五 八 八 ボ 五 八 五 八 六 八 六 八 五 八 八 七 八 八 七 八 五 八 七 八 六 八 八 八 五 八 八 八 六 八 八 八 六 八 八 六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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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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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 八 八